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创世纪第31天 创世纪9章8至17节 彩虹之曰 神小玉挪亚和他的儿子说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 就是飞鸟牲畜走兽 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我与你们立约 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 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神说 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 是有记号的 我把洪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 必有红线在云彩中 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 水就不再泛滥 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红比陷在云彩中 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 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神与挪亚和他后裔 并地上一切活物所定的约 一般称之为挪亚之约 约是圣经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 约是神与人关系的中心 在这段经文中 约这个字出现了八次之多 约本是双方互相同意地结的一种关系 有约束力 有一定履行的义务 但圣经中的约 基本意思为应许 允诺 保证 神和人立约是神对人的赏赐 约不是永远带有条件的 任何应许都可称为约 神主动与挪亚所立的约是无条件的 是指向整个宇宙的 不会再有毁灭全世界所有血肉之物的大洪水 并以彩虹为证 神主动与人立约 建立彼此关系的基础 然后把红放在云彩中作为记号 自然现象的彩虹 从此成了神与人立约的一个记号 神每当看见彩虹的时候 就会纪念他与挪亚所立的约 主动与人立约的神 也是一位信实守约的神 他必会按他所说去做 绝不会食言 天上的彩虹证明 他是值得信靠的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他若不信时 他跟人立约便没有意义了 神有始至终 没有违背他与人所立的约 神纪念我们是永无止境 因为这彩虹之约 是永恒的约定 永远有效 除了瀑布地区以外 彩虹总是在雨过天晴后出现 不经历风雨 怎能看到彩虹 洪水是神的审判 洪水后的彩虹 成了神怜悯拯救的记号 我们的人生如能胜过苦难 便不会因黑云密布 而失去生命中的彩虹 每当彩虹出现提醒我们 现在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为你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 就像那彩虹的光芒 人生难免遇上洪水 只要彩虹仍在 洪水将不能摧毁我们的信仰 把我们卷走 彩虹是约的记号 为要把审判转为恩典 给我们从上而来的盼望 信实的创造主 已经为我们立下彩虹之约 神的恩典会适时临到 制止洪水泛滥 所以洪水一定会褪去 彩虹也定会再现 因这约要持续到永远 主啊 我为生活中的风雨 向你感恩 因知道风雨之后会有彩虹 会有你的恩典与怜悯 帮助我在风雨中 仍然靠你站立地稳 道读神的话 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阿们 主啊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当我们在认识你 接受你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盼望 谢谢主 因着你救赎的恩典 使我们有盼望 阿们 是的主啊 虽然我们还没有看见 你所应许的已经成就 但是我们相信 在你所定的时间 你所应许的必定成就 我们就存盼望 耐心等候 主啊 感谢赞美你 因着那得救的盼望 激发了我们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忍耐等候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感谢主 阿们 主啊 你是我们盼望的根基 我们有盼望 是因着信靠你 相信你所应许的必要成就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谢谢主 你就是我们的盼望 阿们 是的主啊 感谢你 你就是我们的盼望 在这末世动荡的时代 使我们看见得救的盼望 让我们知道 你不是单言 你仍然掌权作王 在你所定的时间 必成就你的应许 主啊 你是掌权作王 直到永远 我们得救 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盼望是从你而来 不是靠着我们努力 就可以达到 求主帮助我们 存着信心 忍耐等候你的到来 阿们 主啊 我们要耐心 等候你的到来 是的主 在你的里面 有坚定的信心 阿们 让我们在信心中盼望 阿们 在指望中喜乐 因为你是我们 所盼望 倚靠的神 阿们 是的主啊 从前我们有彩虹之约 现在我们有 耶稣基督 为我们立的新约 我们知道 我们的盼望 与世人不同 阿们 因为世人是凭眼见 我们是凭信心 盼望那所看不见的 阿们 是的主啊 我们所盼望的是那所看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阿们 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阿们 谢谢主 你是我们永恒的盼望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祢的化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